我可以躺了耶 那現在我就走回我的房間去 然後我也是在15樓 其實我還蠻喜歡比較 view 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回到我的房間 又回到我的房間了 所以也有分離式的一個衛浴設備 一樣是有貼心的小坦坦好嗎 還有免治馬桶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常會就在馬桶上看一些資料 因為我已經先進來過 所以稍稍有點小亂 那這邊也是一樣歐數丹的備品 還有一個浴缸 我待會進來泡澡 它這個浴缸算是深的 所以是還蠻舒服的 這裡進來呢也是有一個穿衣鏡 也是一個很大的穿衣鏡 耶 看到沒有 那進來的時候我說過 我跟人家比較不太一樣 那通常你也可以跟飯店 比如說你有些過敏體質 或說對於房間有特殊要求的話 你可以跟他要求一個 無視機 因為我對味道真的會比較敏感 還有我的這張大床 我可以躺了耶 超舒服的 雖然只能睡短短幾個小時 明天就要起床 可是今天這張床超舒服超大的 你看天啊我都夠不到 夠不到 很棒很舒服 好 再來我說我的房間會跟人家比較不太一樣 那就是枕頭 因為枕頭通常我會要求睡記一枕啦 你看它有個晚安巧克力看到沒有 耶 我很喜歡它的晚安巧克力 因為超好吃的 剛才現在不能吃 還有一個 他們總經理都會留一封 感謝的信函 喔 有意見卡耶 可以把它交回去 他說 你會滿意是我們的榮幸 YES 好 然後 還有一個 如果你要選擇比較軟一點的枕頭 也是有的 然後我要講我比較跟人家不一樣是 蛤 我的檯燈有兩個看到沒有 因為通常晚上我都要在這裡繼續工作 剪片寫稿或聯絡事情都會在這個位子上 那 我很怕我的眼睛的光源不夠 因為像上面它是沒有任何的光源 所以我會要求他們再給我兩盞燈 好吧 我比較高拐 好 那 再來就是 桌上有五根香蕉 哇 還有今年最難買到的 長榮 蛋黃酥 竟然出現在我的房間裡面 哇 天啊 今天我還是住在長榮酒店 因為在台中呢 每次不要落腳的地方呢 我覺得長榮就是我的新家 就是心裡面的客家好嗎 所以今天我們是住三天兩夜 那待會呢 房屋要來打掃我的房間 我們來看看長榮的房屋 就可以來清理我這麼髒的房間 不過呢在清理之前 我要先讓大家看一下 原本長的樣貌是什麼 整個看起來還算乾淨了嗎 因為我還是小有潔癖 所以呢 我們先從廁所進來看看 廁所其實大概就是昨天 有領域的地方之外 使用過呢 地上有些水 然後呢 再來因為我們昨天也泡了澡 所以就把一些毛巾 放在這個頭裡面 然後這邊呢 也還好 因為瑞寧姐真的有點小疾病 所以通常呢 會邊洗邊擦這些地方 那現在呢 就是被瓶乾被我們用的 牙膏牙刷 這個牙線 也是被我們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呢 拔頭上呢 也還算乾淨 那這是垃圾頭的東西 蛤 好啦 那我們再走出來看的話 我們的吧檯也還好 吧檯大概就是我們用過的水杯啊 咖啡杯啊 待會他要幫我們補上去 還有他的水也是需要補的 因為我們僅僅剩下 這麼三分之一罐了 今天 好 就沒有了 然後我把行李放在這邊 所以床鋪大致上來講也還好 因為我們不會用的太亂 因為現在因為防疫期間 所以他把所有的餐呢 都送到房間裡面來 但是這個桌子啊 還真的有點大好嗎 餐 這個餐 這個叫什麼餐板 這個餐板其實有點大 因為他要擺放一些早餐 像是這個是我今天早上吃的 有炒蛋啦 一些馬鈴薯啦 還有一個火腿 那這些都是剩下來的殘餘 所以他待會也要收走 所以在沒有這麼亂的情況之下 嗯我想應該很快 就可以把房間打掃好了 而且你現在看外面喔 萬里晴空 可是上面有個烏雲 因為下午呢 有一個颱風叫燦暑 它正要經過台灣 然後呢下午的話 聽說中部的雨會非常的大 那所以本來我們在中部的時候 有約了一個採訪 然後要去拍攝 那我們看看 之後能不能拍到那些 米其林餐廳給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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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我們先看看 房屋怎麼幫我把所有的東西 歸類整理好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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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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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雜亂的桌子 全部都清潔溜溜的 所以瑞妮姐在台中 喜歡住在長榮 不是沒理由的 你看她在清掃的過程當中 是多麼的輕巧 然後呢又把它打造得非常乾淨 也是非常舒服 愉快的環境喔 只要我今天影片嗎 如果喜歡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 那我們下期影片很快就見面了 台灣安全又好玩喔 戴好的口罩很重要 欸你吃飽了吧 你別吼 吼到哪裡去 你要哪裡去 去去去 他要上廁所